新冠疫情重创了经济也意外推高了房价 市面上房源额外的吃紧导致严重的供不应求 甚至有买家连夜排队等楼盘开放 场面堪比黑五 很多房主趁这个千代难逢的机会 好机会卖了房子大赚了一笔 但暴税季突然发现要交很多增值税开始翻筹了 有很多房主预料到增值税的问题 迟迟不敢卖房 那么关于这个增值税 房产的税务问题 您知道多少呢 欢迎收看最新的一期 落成全播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跟我们点赞并分享 现在我们线上的是 超级单肯broker Vivian 陈和会计师 赖 Vivian 跟大家聊一聊 卖房的时候如何避免大笔的增值税 你好 Vivian 哈喽 大家好 你好 赖会议师 哈喽 大家好 来 首先呢 就请超级单肯broker Vivian 陈 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状况吧 好的 其实我们知道啊 这两天啊 这个利息啊 是涨得非常的厉害 其实从1月初开始呢 这个利息呢 真的就像是坐火箭一样啊 一直的往上冲 那基本上呢 已经呢在3.8左右 那昨天呢也是呢 突破了这个四的大关 那今天呢 还是继续的是往上升啊 那我刚刚呢 也大概看了一下 如果说80万的一个贷款 你的放25%的投款的话 大概也基本上你的一个 如果说最好的一个scenario的话 你的一个利息的话 也差不多是在3.875左右 这个样子啊 那呃 所以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美联储呢 今年呢也是开化了 哎 我们呢 这个呃 连准这个利息呢 肯定的是呢 要讲的是讲三次 但是呢 很多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好 像是这样BOA啊 高盛啊 等等的这一些 呃银行呢 和投行呢 都讲说 有可能呢 这个加息呢 会呢 要增加到7次啊 但是看到这个礼拜 就是这两天的一个势头啊 我个人是感觉啊 哎 这个东西7次8次啊 这个估计啊 可能后面啊 都会在不停的加 那我们知道 这房市的话 其实现在真的是没有降温啊 根本就不可能降温 房源还是非常非常的少 而且呢 你现在呢 他这个利息 啪一下 拉得这么厉害啊 就等于说又促使了一批本来还想观望一下的这一批人 那么他们呢 又有买房资格的这批人呢 又赶紧呢 哎 要入市 因为毕竟嘛 谁都希望说还能够趁着这个利息啊 他往上涨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末班车还能够拿到一个相对好一点的这个利息 所以现在也真的是非常的恐怖这个房市 这个促进了房市的一个反方向的一个疯狂的增长 但是这个对于买家可能是个坏消息 对于卖家肯定是一个好消息 其实很多卖家我们能看到在这几两年都是靠这个卖房 多赚了几万 少说几万 甚至多说几十万 但是绝大部分卖家还是会担心关于这个税务的问题 那我多赚这部分钱是不是全部交税了呢 我是赚钱了 但是我赚钱是不是被国税局赚去了 所以请教一下VivanLive和医师 有什么方法啊 我们马上报税记了 现在已经开始报税了 可以避免这个增值税 避免这个房产税呢 是的主持人 关于您的问题呢 我的回答是yes or no yes or no yes的意思 假如你事先你做好你的税务规划的话 事实上你的税率是很低的 相对于就是说我们一般人的理解来讲的话 因为事实上美国政府 他有很多结税的方式 那是一般人都不了解的 那我们是专业的会计师 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客人建议说 当你要卖房产的时候 或者是你要换手的时候 如何去避免这个高额的增值税呢 那我现在呢就先 根据这个房子的这个情况 分两个来解释 我先讲这个自住房的部分 自住房的部分的话 它其实情况是比较简单的 假如说你今天有一个自住房 你觉得小了 你要去换一个大的自住房 那现在是一个好时机 因为利率这么低 但是你要注意 你现在要卖掉的这个房子 你的这个持有一定要超过五年 在这个五年当中呢 你要有两年是自己住在里面的 所以当你卖掉的时候 当你卖掉你现在这个房子 你有一个人的话 是有25万的免税额去可以免的 假如是夫妻合并报税的话 两个人加起来就50万的免税额 所以你看这个事实上免税额 是不是很高 所以假如说今天你这个房子 是自住的话 你赚50万之内 你都是不用缴税的 事实上这是美国政府 非常照顾人民的一个政策 假如说你是想要有自己的自住房的话 所以关于自住房是增值部分50万 假如我这个房子买的时候是40万 现在变成了90万 这个增值其中的这个50万 是完全可以免税的 是吗 对 对是增值的部分 就是说你当时你的卖价 扣掉你当时买的成本 再加上你这几年的维修费用 所以说自住房的话 我会非常的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当你有大大笔的维修的时候 譬如说你今天维修屋顶啊 维修泳池啊 然后你粉刷你的外墙啊 假如说你的这个花费 是超过2000块钱的时候 我就会强烈的建议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把这个单据给收留好 将来你在卖房要报税的时候 你就要把这个单据提供给你的会计师 因为你维修的这个东西呢 它可以增加你的房子的成本 那当你的房子成本增加了之后 你卖你的售价减掉你的这个成本 相对你的利润就变少了 利润变少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你要付的税金就少了 就是这个情况 这是自住房的情况 其实情况是比较简单的 嗯 之后我们再说一下关于刚才您说的 这个氛围两种情况 一种是自住房 一种就是投资房了 投资房和自住房不一样 没有这个50万免税是吗 对投资房是没有这50万的免税 这只有自住房才有 所以投资政府也给了几个 这个审税的这个选择 那通常第一个我们会建议客人 假如说你是有投资房的话 我们建议你去成立一个 LLC这样的公司 然后你把你的投资房 放到这个LLC的下面 嗯 这样一个重复磕税的情况 是 而且LC在里面有一个法律上的好处是说 万一你这个租客住在里面 比如说他滑倒了 他要对你产生诉讼的时候 你的这个LLC可以保护你 因为LLC他在法律上定 他是一个法人 所以说是法人来负责你这些 对于这个租客的这些诉讼 跟你个人没有关系 所以就等于是 你这个LLC是可以把你个人的资产给隔开 所以将来万一是有法律上的诉讼的时候 他不会累积到累积 就是拖累到个人的资产 个人也不会因为这样子 而有法律的责任 完全是由这个LLC来负担 等于说LLC相当于一个挡箭牌这样子 帮你可以挡住这些租客的诉讼 因为你知道在美国很多美国人喜欢高来高去嘛 所以我都会强烈的建议客人说 那你放一个LLC 那LLC在税务上呢 他在联邦上面 联邦是不用缴税的 但在加州他有一个800块LLC费 那联邦不用缴税 那很多人就会问了 那我今天LLC产生的收益 比如说我现在还是出租的情况 我产生的收益怎么做呢 那他每年 你就要把你这个LLC的这个 交易的情况 比如租金的收入 然后你租金的费用 你要告诉你的会计师 会计师就会去帮你结算 你每年的LLC 赚了多少钱 然后LLC它会产生一个表格 叫做K1 那你通过这个K1 用K1上面的这个数字 放到你个人税的税单 去做结算 来算说你一年到底要 交多少的税金 所以LLC有这个的好处 是的 也就代表着成立公司 做这个投资房的话 既可以做结税的目的 又可以规避相对的风险 来我们说一说 关于自住房 一个一个讲 请问一下超级打款 Broker Vivian Chen 如果说是我想置换我的自住房 应该怎么操作 可不可以一边卖自己的房子 一边买新的房子 毕竟我这个想 我这房子卖了之后 没地住了 很多人也是想把买房子的投款 凑齐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也可以说 我先去卖了自己的房子 再去看房 那么这种情况下 会不会规避 我没有地方住的尴尬的处境呢 其实像现在 就是说房源这么紧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经常能够看到 我们叫close concurrently 也就是说呢 你在卖你自己房子的同时 你呢同时呢 也去呢 去找你自己呢 心仪的房子 那么当然了 在你卖房子的这个条款上面 你就要写清楚 就是我seller啊 我呢需要这个买家 要等到呢 我open我自己的 买另外一套房子的 open escrow以后呢 我们这两个 escore呢 是同时close 其实我们看到非常多 而且呢 就是经常啊 因为现在实在是房源太紧了 这一两年里面啊 经常我们看到的 不单单只是 就是说两个环节的call 有的时候呢 甚至是三个环节的call 也就是说呢 他买的 卖家买的这个房子啊 他的卖家呢 同样呢 也在去买另外一栋房子 所以呢 也就是讲呢 在这些的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呢 如果说大家还有贷款的话呢 那么这个贷款呢 又是呢 就是尤为重要了 你一定呢 要先做好这个贷款预审啊 然后呢 才可以呢 去做这些动作 否则的话 真的会出现 哎 你的房子 你要卖了 结果呢 你自己要买的这个房子呢 你贷款呢 又会出问题 这个呢 是我们见到非常普遍的 那还有一种的话呢 就是呢 因为这样 因为这个这个情况的话呢 基本上呢 你的一个投款 你就可以呢 在两边同时 啊 close的时候呢 你把呢 你卖的这个房子的 这个收益的 就可以呢 直接放到你新房子里面 去做这个投款了 啊 那我们也看到呢 现在呢 还有一些 这个操作的方法 比如说呢 他会呢 去呃 卖家呢 会呢 去找一个呃 类似像这个hard money loan啊 呃 这样子的一个呃 贷款的 就是我们讲的高利贷啊 那当然了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看到的利息 并不是那么的可怕 有的时候六个percent呢 七个percent 八个percent也有 哎 那呢 他呢 就等于说呢 好 我呢 先呢 去用你这个钱呢 我先去呢 去买这样子的一栋房子 然后呢 我再把我的这个啊 现在的这个房子呢 再卖掉 那当然了 你必须呢 要也是 基本上呢 也是呢 要把你现在的这个房子 作为抵押 给到呢 这个高利贷的 这样子的一个银行 这个呢 也是呢 就是另外的一种操作方法 是我们经常看到的 其实更多人选择卖房子 主要就是想套现 想拿更多的现金 毕竟现在目前啊 这个经济 这个谁也没办法 预测未来会怎么样 更多人想囤一些子弹 不管是投资到 其他的一些地方也好 还是说拿这笔钱 要急用也好 所以关于这个 不卖房 哎就没有增值税 这样的一些困扰了 但是不卖房 怎么样套现呢 其实就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就是套现贷款了 所以我想请Vivian 给我们介绍一下套现贷款 套现贷款的话呢 尤其是这两年呢 其实大家用的呢 是特别的多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两年 它的这个房子 增值是非常的厉害 平均的话 每一年 2020年 2021年的话 都是以百分之十几的 这样方式增长 基本上一个房子 如果你2019年 甚至是2020年 年初入手的话 那你现在呢 你的一个home equity 就是房屋的净值 基本上都会增 百分之三十 甚至是以上 所以的话呢 大家呢 就是有了这样一个 足够的房屋净值呢 可以呢 去做房屋的一个 套现贷款 那也就是说呢 把这个房屋净值呢 给它套出来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 如果说你五十万买的房子 那现在的话呢 已经呢 涨到了 比如说七十万了 那你当初呢 你的贷款呢 可能呢 只有四十万 那基本上我们现在呢 可以帮你做到 七十万的百分之七十五 那也就是说 你可以套出十几万 这样一个现金 或者呢 自己呢 做一些预留金 或者呢 你可以把这个钱呢 再投入再去买 另外一个投资房的投款 或者呢 你现在呢 你要去投资一个生意 你也可以把这个钱呢 也投资到你的生意里面去 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但是呢 就像刚刚Ring讲的 这个钱到你的手上了 你可以直接现在 因为趁现在利息还非常的低 你可以把这个钱呢 直接套出来自己呢 去支配这个钱 所以这个自住房 投资房都可以做套现贷款 是吗 是的 都可以做 这个还蛮不错的 来 我们刚才其实说到了 关于如果是投资房屋的 一个税务规划 也就是避免增值税 LLC成立这个公司 但同样 如果说是请问一下快议师 Vivian 没有公司 也没有自住啊 满两年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 可以避免这个税务的产生 如何做税务规划呢 有的 但是我要补充一下 刚刚这个贷款 这个专家Vivian 说的这个套现的这个部分 套现的利息费用呢 事实上是可以帮你接到税的 他在投资房的话 是100%的deductible 在投资房的话 你套现这部分的利息 一样你到年底的时候 这个贷款公司或者是银行 会给你一个1098表 那这个你可以放在你的这个 出租房的schedule E里面 去做100%deductible 所以说你套现的这部分利息 是可以帮你省到税的 那假如说你是自住的话呢 那你也会收到一个1098表 那这个时候你是放在schedule A里面去 那schedule A 可以做item length deduction的 其中的一个项目 所以说事实上套现对于 这个省税来讲的话 是有益处的 这个是我想替这个贷款专家 Vivian补充的一点这个东西 然后再回复到这个主持人说的 这个假如说我今天既不成立公司 然后我想假如说我的这个投资房 我今天要卖 没有什么其他省税的手段呢 当然有啊 其实最常听到的就是所谓的103 exchange 我们中文叫做1031交换 什么叫做1031交换呢 就是说我现在把我这个投资房 或是我投资这个公司 我卖掉之后 我去买一个价值比它更高的这个价值 来交换这个资产 那它有一个要件就是说 第一价值一定要比之前卖掉 那个房产的价值要高 这是第一个要件 第二个要件就是说 它只能是房子跟房子之间的交换 同种资产之间的交换而已 它不可以是不同种资产的交换 打个比方说去年或是前年 有人卖掉股票赚了很多钱 他也有这个capital game 但是他这个钱就不能拿来做1031的exchange 这是他的一个限制 然后1031他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卖掉这个房屋之后 我在卖的时候 我就要事先来跟esco先说了 我这个要做1031 1031就是我们一般经常说的1031交换 1031 exchange 那它是这种情况 就是说1031有两个条件 就是说第一个 它必须是同种性质的这个资产交换 比如说我今天是卖掉一个房子 我必须去买一个房子来做交换 第二 他卖掉的这个房子 他去买后面去买的房子的这个价值 去交换这个价值 一定要比你卖掉的那个价值还要高 这是两个 他1031要做1031的要件 那他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 你要在做1031的时候 你事先就要有规划了 当你在准备要卖 你现在这套房产的时候 你就要跟你的esco说 我这个要去做1031的交换 然后这个他就要向税局去申请 然后他同时会给你开一个窗口 当你把你这个房子卖掉了之后 这个钱是不会到你的口袋里面去的 他这个钱 这个价金 他会先放在你1031 为了1031专门开设的这个账户里面 然后在里面先摆着 然后在你卖掉这个房产的45天之内 你要提出 你将要购买下一个房产的清单 那有时候我会建议客人说 你起码要提出两个到三个 多提出几个 因为假如说你提出一个 你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没有办法完成下一个购买的动作之后 你这1031就失效了 是这样 所以说你要在45天之内提出购买的清单 然后在180天之内 就是你卖掉前面那个资产 180天之内要去完成 购买下一个房产的这个动作 这样你才能够达到延税的目的 1031是这样 它并不是不用缴税 而是说它是帮你延税 所以说对于这个投资人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031是帮助我们延税 除了关于1031 还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做税务规划 从而这个降低这个税率呢 除了1031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叫做opportunity zone 这个项目是比较新的一个项目 这个大概是近10年来 比较一个新的一个项目 那它这个情况是 美国政府为了要帮助 这些比较穷困的地区 刺激当地的经济 所以给予这个投资者的一个 税务上的优惠 那它的好处是 说你可以是不同资产之间的交换 像我刚刚提到1031之间的交换 必须是同种资产的 你卖掉一个房子 你必须再去买一个房子 来做交换 但是你的opportunity zone 或是opportunity fund 我们叫opportunity fund 它是可以这样的 就是说我今天 我在股票市场赚了很多的钱 我可以把我这一部分的资本利得 投资到政府的这个opportunity fund里面 然后政府 你把这个钱放到opportunity fund里面之后 至少要放5年 等到5年之后 你再去做税务上的这个计算 等于是说我现在赚 我可以不用立刻交钱 打个比方讲 我2021年我赚到钱了 我就去投资放到opportunity fund 我到2026年的时候 我才需要去缴这个资本利得税 而且5年之后 你交资本利得税呢 国税局还可以给你10%的折扣 打个比方说 我今天我今天卖掉我的股票 我现在我立刻让我立刻结算一下 我可能现在就要交10万块钱的 这个资本利得税 但是我在opportunity fund里面 放上5年 我到2026年的时候 我只要交9万块而已 是不是很好啊 既可以省税又可以延税是吗 接下来还没有完哦 opportunity fund 假如说你认为这个投资是好的 你可以持有超过10年的话 这个capital gain是完全免除的 超过10年的话 capital gain是完全免除的 这个听起来还是蛮诱人的 除了关于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点 还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做结税呢 结税的话还有一个对于这种将要退休的人士 我觉得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个installment sale 我们叫分期付款的销售 什么叫分期付款的销售呢 顾名思义就是像打个比方说好 我们现在买房 我们通常去跟人家贷款 是不是都是跟贷款公司像Vivian这样子 或者是银行我们去贷款对吧 是的 那这个installment sale呢 它是买方就是我要买资产的买方 我不向贷款公司或是银行我去贷款 我去向卖方贷款的这一种方式 所以它等于是说是买方跟卖方 他们之间的一种 可以说是销售 也可以说是贷款的一种交易 所以打个比方说我今天我要卖 卖方我今天我要卖一个房子 我的资本利得是50万 我一下子拿回50万 我可能要缴20%的资本利得税 就是10万块钱 但是假如今天我跟买方签一个协议 那买方也同意 说好每年我支付你 我比如说我的这个卖价是100万 我赚了50万这样讲好了 那我买方愿意一年支付我20万 五年是不是就是100万 那我每年我只拿20万回来 我20万的话 我的资本利得税可能就是零 或者是15% 那可是我五年之后 我还是照样拿100万回来啊 嗯明白 这个当中赚取利息 所以这个是买方跟卖方 他们之间的一个协议 买方每年支付一定的金额给卖方 然后卖方呢 打个比方说我刚刚举的例子20万 20万里面有我卖房子的成本本金 这个部分是不用缴税的 嗯 然后有买方支付给我的利息 利息这个是按照我们所得税税率去做计算的 从10%到37% 根据个人的这个每年的收入情况来定 再来就是一个资本利得税 资本利得的部分 资本利得的话 他的税率是从0%到20% 嗯 所以这样子结算下来 比你一次拿走50万 你是不是会省很多的税呢 哎 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如果说是外国人进行房屋买卖的话 是不是也同样面临到报税这个环节 这个问题 是的 外国人一样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在我这个职业的过程当中 我经常会听到这个很多这个我的客人 他们也有亲戚朋友在这边买房 那他们都是中国的公民 可能买了之后就交给这边的亲戚朋友去托管 那他们的观念就是说 哎我是外国人我不用缴税的 其实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因为只要在美国 不管你是本国人你是外国人 只要你在美国有收入 你就要提交税单向国税局申报 但是在这边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你申报不一定要缴税 为什么呢 今天打个比方说你有投资房好了 你可能有租金收入 你的租金收入并不是完全拿来上税的 而是说你要必须扣掉一些相应的支付的费用 譬如说你的HOA 然后你的地税 假如你是有贷款的话有贷款的利息 然后再加上你房屋的折旧 那这个部分可能最后扣下来的话 以我的经验来讲的话 大部分就是没有剩多少了 所以是不需要缴税的 所以报税不等于缴税 所以在这边要给大家一个澄清的这个观念 因为很多就是国内来的这些朋友 他们就很害怕说 我今天报税了我就要缴税 其实不是这样的 而且你平常报税呢 会有一个很重要的 对于你将来要出售 或者是你要处分掉这个资产的时候 是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动作 因为你在报税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申请一个税号 你平常不报税 你这个前面的工作没有做好 在你要去卖掉或是处分掉这个资产的时候 除了资本利得税以外 国税局还要预扣你15%的预交税 因为他认为你是外国人 这是我的预缴税 对这个预缴税并不是你赚的部分 而是你的卖价 打个比方讲我今天有个房子 我的卖价是100万 还没有扣掉我成本之前 我是100万 在你没有税号 而且以前没有任何报税的记录情况之下 国税局会要求你的这个ASCO的公司 就要先扣下15%的税放在那边 再加上他做的部分 所以将近有三分之一的这个卖掉的这个钱 你是拿不到的 但是如果说是到最后我申报了 最后有可能这笔钱也可能退还给我 是吗 是的 毕竟申报不代表报税 对是这样的情况 假如说你是平常对我报税 你有个税号 你在这个卖房的时候 你可以跟ASCO说 我要做一个exemption 他会帮你做一个表格 然后像国税局申请说 这个人平常都是有良好的报税记录 然后在一定的时间提交给国税局 你是可以不用去预缴这个税金的 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呢 到隔来年底来年报税的时候 再请你的会计师去帮你结算 你是到底是要补税还是要缴税 所以那一来的话 你就可以免掉这个 被扣好几十万的这个预缴的这个 预缴的这个税金了 因为现在国税局呢 你去跟他要退税很困难了 因为这疫情的关系 现在国税局堆积了大概有600万份的税单 是没有处理的 所以等到他处理到你的退税 可能要等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类似这样我会强烈的建议说 就是说在这边有房产的外国 假如说您的亲友是外国人 在这边有房产的话 建议他们是最好平常就把这个工作做好 因为有一个税号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的事务所呢 是有特别这个 我们是有这个国税局认证 这叫做税号的这个Agent ITIN agent的这个资格 这个不是每个会计师都能够有 这是要特别经过税局的考试 跟他的认证才能够拿到这个资格 所以通过我们的话 我们是可以去帮在这个 就是在美国之外的所有的外国人 我们可以去帮助他拿到税号 所以将来他在处分房产的时候 就可以规避掉 被税局先扣掉这几十万的 预缴税的这个情况 好 今天感谢会计师LINE 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些介绍 同样还是要提醒大家 关于预缴税的问题 如果您是外国人身份的话 那么您在卖房的时候 可能会这个预缴15%的 是吧 15%的预缴税 那么在申报的时候 也可能拿过来 预缴税这个申报不代表真正的报税 那同样我想问一下 这个超越贷款Broker Vivian 同样我们一直在说 关于这个房市怎么怎么变 那同样我想问一下您 会不会在今年我们能看到 更多的房屋出现在市场上 那如果说更多的房屋出现在市场上 会不会又引发更多的人 去想要卖自己的房子了呢 那房价会不会下跌呢 利息会预计涨到多少呢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啊 如果说我们要看到有很多的房子 要上市的话呢 真的呢是要看到我们 因为我个人觉得二手房的话 现在它的一个卖房的这样子 一个换手率的话 不会说有很大的一个这样子 一个环节 那我们就是要依靠新房子 那新房的建设 我们知道要看我们的供应链 那供应链的话呢 其实从去年一直讲到现在 那基本上呢 大家的看到的都是比较悲观的 所以的话呢 可能今年我们还是需要 今年这样子的一个过渡年 才能够呢看到将来 我们的一个房源呢 可能呢会有慢慢的 这样子的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可能对于我们买房的人来讲呢 你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选择 所以呢 很简单 如果说我要是几句话 回谈你的问题的话 我个人 我个人真的认为 今年的房子呢 还是呢会继续的往上涨 即使我们的利息 现在已经是涨得很厉害了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 和我们历史来比的话 单单只是和pandemic之前来比的话 现在的这个利息 其实基本上和我们pandemic之前 疫情之前 基本上是持平的 那如果和历史上来比的话 5%6% 甚至是8%点几的 这种平均的一个利息来讲的话呢 我们还有蛮长的一段路 才能够赶上我们30年的 这样一个平均的一个利息 所以呢 我个人认为 现在这个情况 利息不是一个阻止 大家去买房的一个关键 最主要的是要看房源 那现在这个情况的话 房子的一个房源 不会说是很快 受到一个 不会很快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增幅 明白 好 感谢Vivian 同样呢 如果说是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 房屋贷款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联系下超越贷款团队 如果说您想这个有任何报税 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咨询一下Vivian 同样最后还是想问一下 会计师Vivian 这个对于今年 我们知道现在开始已经报税了 那准备报税的人有什么建议呢 那今年的报税日期 有没有什么改动 或者是对于报税有什么新的规定吗 是这样子的 今年呢 恢复到以前的这个截止日 小型公司跟LC的报税截止日 是3月15号 一般的corporation跟个人税的话 是45号 目前我们没有收到 国税局任何延期的通知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 跟去年不一样的是说 你这个去年有很多人 还是继续在领失业金 但是我们去年 在报2020年税的时候 政府有个政策 每个人有一个 一万零两百块的这个exclusion 免税额 所以说有很多人 家里可能拿了四五万块 夫妻两人拿了四五万块的 这个失业金 可是事实上是不用交税的 但是今年情况不同了 因为这个exclusion今年 并没有这个免税额了 所以你在2021年 所拿的这个失业金 全部都是你的tax for income 都是你的科税所得 所以这个部分 你必须要提供给你的会计师 1099G这个表 请这样去帮你结算 你这个2021年的这个收入 还有一个就是我经常会被客人问到说 我的纾困金没有拿到怎么办 那这个东西请各位听众都不要 观众都不要着急 假如说你在去年没有拿到纾困金的话 你可以告诉你的会计师 说你没有拿到这个纾困金 你的会计师可以帮你把这个纾困金 放在你的税单里面 去要求税局 用退税的形式来退给你 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就是说 关于这个之前我们吵得很厉害 就是说拜登政府 他要改革这个遗产税的这个税机 在以前的话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有一个房产 假如说变成遗产之后 我的这个 我继承遗产的这个人 他的这个房屋就是以我过世的时候 等那个时候的房子的这个价值 来成为他的这个继承的这个税机 那我们拜登政府之前呢 就想要推翻这个优惠 他认为说你是有钱人 你既然有遗产可以给你的下一代 那我就要用你当时买房的这个成本 来科增你的这个遗产税 那大家这样想想 这事实上是很可怕的 譬如说我今天有个自住房 我是30年前买的 我只买了20万 我住了一辈子 然后我过世了 继承给我的小孩了 现在你知道房子已经很贵了 假如说现在这个房价值100万的话 假如依照拜登政府的这个做法的话 他继承的时候 这个房子成本还是20万 就不是我过世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100万 假如说我的小孩过两年 把这个房子卖掉了 我小孩以120万去卖掉这个房子的话 以拜登政府的改革方式 就是说我的小孩就要缴100万的资产利得的增值税 这是相当可怕的一个数字 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 所以说这个法案 现在一直在国会里面都没有被通过 不过我是觉得说这个民主党 因为这个国家一直在印钞票花了很多钱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不妨就是注意它未来的动向 大家拭目以待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说我是要补充一点 就是说我经常也会被客人问到说 会计师我的税单很简单 你就帮我随便做一做就好了 或者是你告诉我我自己怎么报 我每次听到这个时候我就有点啼笑皆非 那我现在要说明一下 就是说每个人的税单会根据他的收入结构 他家庭成员他个人状况都不一样 比如说假如我今天我是单身 我只有一个W2而已 那这种我就会告诉他 你不用找来 你不用来找我做了 你自己到外面市面上 根据你的收入 有时候你还可以找到一个免费的软体 自己报一报就好了 但是假如我今天是西家贷券 我又有房子 我又有投资收入 我又就像LLC这种东西 我也有出租房 那这种情况我就会真的强烈建议 就是说你找一个会计师来帮你做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 而且我也经常会被客人说 我朋友都怎么怎么报 他们才交了多少税 我真的听到这个 我真的这是提交皆非 因为我会告诉他 没有一个人是长得一样的 也没有一个家庭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他根据你的收入 跟你家庭成员 甚至跟你家庭成员的年纪大小 小孩有没有在上学都有关系 所以说没有一个税单是可以一模一样的 所以所有的税单都是量身定做的 而且美国政府事实上 假如是严格的说起来 像我做会计师做了这么多年 我比较了 就是说真的交上 就是说真的你的交的税金 比上你的这个所得来讲的话 事实上你假如是善加 能够善加应用政府给的优惠 事实上税率是不高的 那这个就你真的要去请教你的会计师 因为我们是专业的 我们是每天都在看这个政府 有没有任何的新的政策 新的动向 而且根据我们的经验 我们会帮你设计一个适合你的这个报税的这个方案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 怎么样 尊重专业 希望不要觉得说 我自己的很简单 我自己随便报一报就好了 我经常是收到这种 去帮人家收烂尾的 所以真的强烈的建议大家 花一点点钱去找一个专业人帮你 你可以损取很多的麻烦 这就是我今天的 谢谢 专业的事找专业人去做 当然关于今年的报税 还是提醒大家 首先是诚实申报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省一些税 毕竟每年好像交的税太多了 好不好 对感谢二位今天的介绍 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 落成情报站所有内容了 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给我们点赞并分享 好吧 您的点赞都是对我们制作视频 最大的帮助和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